这个是SoFresh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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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副牌和一双手 然后把整副牌的第一张牌反过来 然后左手做一个小指鼠牌 也就是用小拇指像这样拨起来 两张牌并保持住一个间隔 关于小指鼠牌的详细教学 在我之前这个视频里面有 如果你不会小指鼠牌也没有关系 把第一张牌翻过来展示的同时 左手悄悄的把最上面的牌推出去 再推回来保持住一个间隔 然后右手再把展示的牌放回来 那这样也可以在两张牌和整副牌之间 保持住一个间隔 左手在保持住这个间隔的情况下 右手的无名指放在两张牌的左上角 拇指放在两张牌的右下角 那注意这里是无名指的和拇指的指尖 去捏住两个脚 而不是指腹 把两张牌拿起来后 用左手的拇指放在左下角 同样的无名指放在右下角 那这样的话就是两张牌背对背的 当成一张牌被两只手的拇指和无名指 捏住四个脚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变排的核心动作 右手的无名指和拇指用力固定住两个脚的同时 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把两张牌往下拉 在拉的过程中两张牌就会积攒弹性势能 当弹性势能达到一定预值之后 左手突然放松 两张牌就会以肉眼看不到的速度瞬间翻转180度 从而实现变排效果 如果是正常速度的话 看起来就是这样 在翻转过来之后 可以把两张牌放回到牌顶 然后干净的把最上面的这张正面朝上的牌 拿出来给观众展示或者检查 那这个变排的重点在于在弹的时候 右手一定要手心尽量跟牌成一个平行位置的关系 也就是手和牌之间尽量流出更多的空间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这样挡住 从而导致翻转失败 总之呢就是右手尽量往上抬 尽量流出空间 这样翻转的成功率就会越高 熟练之后可以跟之前教过的变排组成连招 喜欢这个变排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